我们学校带来了一份特别的赠礼 那就是他在亚运战场上的一件战袍 杭州亚运会谢振业加冕双冠王 在苏炳天缺阵的情况下 谢振业勇挑大梁 兑现了赛前的承诺 只争金不夺赢将男子百米金牌留在中国 作为老将谢振业带领年轻队员顽强拼搏 在接力赛场再创佳绩 从成绩看谢振业再次进入巅峰期 他的下一个目标是打开9秒90 赛场上的谢振业特别霸气 场下的谢振业特别浪漫 现场表白妻子让人感动 另外谢振业还是特别懂得感恩的运动员 他回到母校浙江大学 亲自给学弟学妹讲述亚运经历 勉励学弟学妹好好读书 刻苦训练为国争光 更让人感动的是 谢振业亲手将亚运夺金战袍捐赠给母校 他真是优质偶像 谢振业特别低调日常就是刻苦训练 有时间就陪伴家人 虽然已经是老将了 但谢振业仍然在突破自我 大运会打开10秒只是一个开始 他期待在亚运会赛场 登上男子白米决赛跑道 就像苏炳天一样为国争光